在TV比的星光泪泪之中 李斯华这个名字 或许不像蛇丝万那样响亮 这并不意味着他的光芒就此很淡 即使在新剧《新闻女王》中 扮演一个被压抑的角色 李斯华在现实生活中 却是非常不同的一面 他性格温和 言谈举止之间 流露出的是一种从容不悲 李斯华的个人生活中 有一个相当从要的人物 那就是他的未婚夫妻崇建 李斯华对他的描述 是一个直率的工作狂 这样的形容词 透露出两人之间潜藏的相似之处 都对工作充满意识 都拥有追求完美的执着 即使已经订婚两年 两人却始终未能落实分歧 这背后或许是对彼此事业的支持 又或许是对现状的满足感 对于TV比颁发的 最受欢迎电视女角色安慰奖 李斯华的态度显得普遍淡定 李斯华坦然 自己并没有自在获得事后奖项 他认为阿蛇获奖实质名归 而自己即便没有获奖 也不会认为TV比欠他一个事后 他表示 奖项对他而言 并不是最重要的事 在他看来 能参与到好的作品中 能够通过角色表达情感和故事 这才是他真正追求的 而离开笑时 他也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选择 并非为了追逐荣誉与奖项 而是希望在艺术道路上更进一步 命运弄人四个字 在李斯华身上表现得临离尽致 他所经历的前半生波折不断 事事都不如他所愿 总是枉与之相反的方向发展 见过李斯华的人 都会说他长得好白好漂亮 肯有女人味 看到李斯华的气 都会说他现的技真得让人赞不绝口 他真的是TV比的沧海为主 李斯华 2003年参选香港小姐选美 那时候他的名字还是李斯卫 当年李斯华获得了最上镜小姐和才艺小姐两个奖项 可以说李斯华可时打破了一项港姐记录 美丽大风的李斯华毁裂三格 甚至连五强都没进去 他是唯一一个没入五强 他夺得最上镜小姐掌项的佳黎 因为观众喜欢他 他上镜很漂亮 每次一出场收视率就很高 2003年的三格是曹敏利 杨洛平齐代代三人 这三人后来在娱乐圈发展也只是平平 无论人气还是演技都没有超越李斯华 而李斯华当时并没有因为没有奪得三格而伤心失落 因为在他的计划中 只是进来玩一下票 他还要做回他的千金大小姐 出生于1981年的李斯华自幼家境 就非常富裕 父亲李光辉是专门生产电脑的公司大老板 不但在香港拥有数百平方的四字楼和厂房 在东莞和深圳环设有三家工厂 李斯华在兄弟姐妹中排行老三 从出生就住在香港的独立豪宅中 六岁时为了陪哥哥姐姐读书 一家移民去了加拿大多伦多 当时父亲留在香港继续打拼事业 但是没想到最少来多的日子多了 父母的婚姻就出了问题 不久就来了婚 虽然父母来了婚 但是父亲对他们非常好 让他们一直过着非常富足的生活 父亲在婚后 并且还生下一对同父义母的弟弟妹妹 那时远在加拿大的李斯华和哥哥姐姐 只有每年暑假才会返回香港 与父亲团聚 2003年李斯华 从多伦多大学会计系毕业后 回到香港 原本想回到香港能离父亲近一些 多一些机会相聚 李斯华便已月租5.5万元 租住在香港九套三保重院 与皇妃成了邻居 那时候的李斯华 真是名夫其实的大小姐 家世优越 名校毕业 自己长得漂亮 父母对其也是相当宠爱 出入名品店李斯华 从来都不限价钱 喜欢便买下 当年参选港者 也是一时好玩 并没有想憑美式吃饭 2003年那一届佳例中 大多数都是家境一般 甚至点赛清贫 唯独李斯华 是千金大小姐出生 当年选美也被白崇禧的 侄女白韵琴曝光有黑幕 引发了不少的轰动 不过哪种潜规则管他真假 李斯华事根本不是一股的 但是往往风平浪静的后面 就是洶涌澎湃 李斯华的父亲公司 在2004年 由于资金紧张 经营困难被逼清盘 兼下了1.2亿的巨债 李斯华和哥哥姐姐的生活 也瞬间发生翻天福地的变化 他们一起负担起 供养父母的责任 李斯华的天父和努力 是有目共度的 他如此努力的原因 不仅仅是为了养活自己和善养母亲 还有一个原因是 2005年李斯华的父亲欠债失踪后 留下那两个未成年的弟弟妹妹 还需要上学生活 李斯华和哥哥姐姐 也承担起了这份责任 父亲破产 家庭变故 这段时期 可以说是李斯华人生最为低落的时期 在拍摄老婆大人时期 李斯华和邓健宏 走到了一起 邓健宏对李斯华非常关心 这让李斯华感到了非常感激和温暖 两人也发展成为同居情侣 这场恋爱一谈就是五年 不过五年中 李斯华并不是恋爱老的女孩 他有着自己的目标和理想 无论什么角色 无论多苦多虑他都愿意挨 因为他对未来充满希望 希望靠自己的努力 能在娱乐圈闯出一片天地 从肥田起事天机算中的四五线 小配角到公申计 铁马层矫等三线角色 再到子羹经雷大太监 李斯华一步步走到女配角 再到女主角 父亲破产后 李斯华省吃渐用 从月租5.5万元的豪宅 搬到6千块的出租房 甚至还因为无钱逐租 被房东赶出家门 最困难的时期 他一日三餐靠弃面包果腹 银行存款只有几块钱 为了生存 为了家人 他什么工作都接 无论是拍戏还是相演 走秀 生生将自己唱歌 跳舞样样精通 而男友邓健云 则改不了花心 处处留情 甚至多年后 在直播中自部 在与李斯华交往中 就去撩拨其他女孩 当年李斯华是个对感情 非常执着的人 即使知道两人不合适 但是还是拖了几年才分手 但是分手后 从来没有说过 邓健云一点不好 分手两人合作拍戏 李斯华也是自然而坦荡 在邓健云结婚时 也送上祝福 TV比同人都说 李斯华真是实打实的 最佳前女友 不是因为李斯华有多爱 邓健云 而是因为感激他 在自己最低高 是帮助和陪伴过自己 渡过难关 李斯华在工作上的努力 绝对超过了TVB 给他的资源 李斯华在韩山潜龙 常熟意外 玩乐无穷中 都有着非常成熟的上乘表现 但是TVB脚子中 不肯给他认可 一向事业深恳强的李斯华 面对他的规秘团时 说到你们都得过奖 唯独我没有 而且记者也始终 将镜头对准李斯华的私生活 将他称为夜店女神 随着知名度的提高 李斯华的经济条件 好转许多 多年来一直在投资 在餐饮 服装 美容等多个领域投资 同时颇有经济头脑的李斯华 花了五百多万买下一个单位 然后租出去 再用租金去补贴 租住更大更好的房子 李斯华还与朋友一起 在新加坡投资商铺 几年来已经升值了几百万 多年来李斯华一直省吃剑用 连所开的车都是二手车 而记者拍到李斯华 居然换了一辆八十万的豪车 以为太交道富贵男友 李斯华告诉记者 这时他奖励自己 多年来努力工作的奖品 靠山山会倒 靠人人会跑 只有自己最可靠 李斯华一直在努力 努力将自己的牌 再打出一片辉煌 在TV比最后的几年里 其实已经很少能接到气 李斯华那时已有离开TV比的想法了 可是谁承上一部连TV比都不看好的剧集 居然成了近些年TV比少有的介作代表 李斯华和陈山中主演的金萧大厦 成了经典之作 李斯华苦无TV比多年 会有拿到一个奖项 可谓年年提名 年年陪跑 金萧大厦 不但收市率爆棚 李斯华的人气 也是水涨船高 粉丝们呼吁TV比应该将当年 事后班级李斯华才叫公平 可是TV比宁愿将事后班级 飞闻万天飞的水后蔡司背 也不愿意给李斯华 难怪TV比一年不如一年 女子面子都做得相当难看 李斯华离开TV比后 在加拿大继组监制 又做演员拍摄了 缺雨水第二季 还获得了第七届加拿大颜幕奖 最佳女配角提名 名气大将的李斯华 还获得机会去纽约时装周走秀 生活相当多姿多彩 李斯华出道多年 除了和邓健王那段 长达五年的戀情比较出名 其他都是交往时间并不长 但是男友身份都是非富即贵 甚至怀与好规秘密 胡幸仪的老公李成德 有短暂的交往 不过李斯华说 自己和李成德交往时间并不长 互相有没有什么深刻的印象 不怕外界胡说八道 只要胡幸仪和自己心照不酸就行了 2021年李斯华签约肇事 于是顺理成章接拍了今宵大孩 在忙碌的拍摄中 好友陈山聪问李斯华 是不是没有休息好 为什么眼睛一个大一个小 这才让李斯华发现自己患上免疫力疾病 虽然健康出了问题 但是2021年2月时 李斯华曝光被男友求婚 现在未吩咐一直陪伴在身边 李斯华的未吩咐恩森是一个星际健身教练 也是圈内很多明星的教练 骏国库成 吴振宇 周荣发都是他的学员 恩森号称超级级金黄 他的工作失职员 每小时陪练都在2000港币左右 而且他还是香港动作特技演员工会的董事 以及动作体能指导 还是香港金像奖协会的董事局成员 两人已经戀愛4年 感情相当稳定 恩森已经向李斯华求婚一年多 但是由于李斯华一直在治疗中 并且由于疫情的原因 就一直没有举办婚礼 但是两人非常恩爱 恩森不仅陪伴李斯华证心治疗 甚至在他心情不好的时候 也能及时帮他做出正確的引导 生活充满了正能量 李斯华未来的公公婆婆 曾经在节目中出现过 两位老人家 也是非常慈善和议 对于李斯华也是赞不绝口 非常支持他的事业 现在就等着李斯华隔进家门了 而李斯华处演的今宵大夏宜 正在热播 口碑人气一如既往 让人赞不绝口 目前可以说 李斯华爱情事业相得意 幸福虽然会迟到 却不会不来 回头再看李斯华从出生到 现在比很多港剧更港剧 从落拍千金到娱乐圈花旦 明明想好好发展事业 他总是事与愿违 天偏给他更多磨难 如今如过天情 美好的生活 让他变得更加美丽动人 像一枝不屈的玫瑰 给大家看一会儿 感谢观看